大家好,我是山莉子 之前直播的时候大家都说 山莉子其实是女孩子 然后用了变身器的 我想说你们连这个都发现了 是在下输了 所以你们既然都知道了 我也就不再隐瞒这个事实了 没错,我其实真的是妹子 然后直播的时候都是用了变身器的 那么这次是永夜超 Lunatic A线 No Miss No Bomb的视频和解说 那么首先是一面 好吧,其实前面说的那些 全都是开玩笑的 我其实是山羽衣的一个小粉丝而已 就是连名字都没有的那种 淹没在沙漠里的那种小粉丝 然后也是受山羽衣的委托 来解说这个视频 其实作为一个解说的人我其实是完全不懂弹幕的 所以呢,这个视频其实是以娱乐为主的 如果有任何说出的地方的话就请原谅 反正就是纯属口糊 结果巧合 嗯 音乐的话是比较轻松一块了 嗯,到中飞如果混关的话可以试着绕圈 但是下面一波击破也可以 嗯,到中飞的话应该都是随机吧 嗯,总之我说错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嗯,总之我说错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小妖精一左一右的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先打掉那个发红色级的小妖精 这样的话子弹会稍微好躲一点 但是沙羽一好像是随便打的 嗯,然后观点一飞如果是混关的话也是可以上蜜绕圈的 但是沙羽一也是,嗯,下蜜一波击破了 嗯,衣服的话 嗯,如果是结界组的话可以不拆死魔 然后威仪直接就可以击破了 嗯,又民族什么的好像是要拆死魔 其实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解说N的视频 所以有一点紧张 因为一个毫无想象征的视频 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然后中服的收率是百分之百 是一个交叉人 还有换一些随机弹 嗯,LSC 第一波选了那一笔 然后第二波就下来了 再板底随便扭扭 这扭的好些啊 嗯,然后二面开场全都是一些G的CG的小妖精 那个解解组的优势比较明显 这边的妖精几乎全部都是G 不过仔细想想想的话 永烟超的道中几乎全都是G 就是不是G的东西非常少 所以说我很讨厌有一招 我讨厌是GG的 就是看我去几乎没有不是G的东西 这边如果快点打掉屎膜的话 就会没有克服 但是如果不快点打掉屎膜的话 就会放出比较多的子弹 当然对于那个矿光而言 没有克服就无所谓了 这里这里下雨衣就控了一下那个死魔 然后这里又直接击破了 然后这里又开始控死魔了 对一个恩恩的Nake来说 没有LSC显然是不能忍受的 倒中一飞没什么难路 木兔咆哮 是说是有一个安定的解法 但是我也没学会 这个是一个压得有点低的 倒叉弹 反正我是喜欢热雷炸的 然后关底一飞 关底一飞这个缝很大 就是穿起来毫无难度 除非你想穿到那三个一台的 子弹的那个小缝里面 不然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一飞是随机占居 应该是全比例 然后一飞是随机占居 应该是全比例 不过混完的话还是考虑 大料吧 然后二飞好像是危险比较大的 然后你看下鱼一轻松的躲开了 下面那颗爆子弹 然后第二波闪开之前就击破了 然后剩下的这两个浮卡都是 收小视野的浮卡 然后我没有明白这两个浮卡 到底是失意还是什么 但是我记得固定走位是可以打的 而且刚才那个浮卡是可以内比的 然后中浮的话我觉得固定走位是可以解的 LSC应该是在终域的放里面躲小浴 也是没什么压力的收掉了 然后三面开场 三面开场的那些小妖精如果控制射击的时间 可以让它不发出向下的子弹 这些小妖精也都是鸡 可能有一些操作道中就是鸡加鸡加鸡啦 就是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露过脸 就是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露过脸 对的话加鸡加鸡的会比较多 下完死魔之后一波就可以击破了 然后到东湖是自地居家固定板 小玉是固定 然后大玉是鞠 我当时一般是炸的 如果是人形态火力比较大 比如说优名组或者是永生组 都可以选择猜死魔 这边这个走位应该是设计过的 然后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收到点了 这边也都是狙 好像没有猜死魔就直接打了 然后关里一飞也是先打掉死魔 然后再切低速钮 这个老师的两个飞服 都是人形态和妖形态子弹的速度和密度不同的 137是全体力服 全随机弹 这下雨衣毫无压力的全程 叹速钻小分 GSQ是固定加G 名单前是固定 然后终于是G 这个应该也可以固定走位 但是灵压比较大 我的话一般也是炸掉了 然后二飞的话跟一飞差不多 这个飞服都是 人形态的话 子弹是又快又稀 然后妖形态的话 子弹就是又多 然后又慢 然后三神器 三神器不能在板底躲 然后对于体械组来说可以选择上臂 但是没这个必要 其实上臂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幻传相传说是固定加G 名单是G 然后激光是固定 其实我没有看懂小雨衣的走位 我的话一般是从板底那个Element的M 然后一直往左移 一道天缘据说是有一种广播体操的走法 就是什么12342234那种 不过我也没没看懂小雨衣的走法 其实其实我就蛮搞笑的 因为我并不是特别懂弹幕吗 想必看不懂都是因为我瞎 然后四面也是大片的G 不过四面的那个道中的难度就变大了 有很多坠机点 出起来那个永烟超的道中 体现了特别明显的对称性 就是前半道中跟后半道中有很大的对称性 然后左边跟右边也是 可以说甘珠传之前的作品 互多互少的都是追求对称美的 不过在永烟超里面特别的明显都是了 像甘珠传那种 就是根本就背不过版有没有 不过也是我太随一台背不过版的 然后永烟超的EX的话也是 但是那个DGM跟那个弹幕是高度结合 也是体现了一种美感 然后这里小妖精出现的情境明显变多了 你看这些小妖精前赴后地 不屈不挠终于让鱼露点了 诶不对露点了是什么鬼 诶好像并没有哪里不对啊 嗯然后道中飞是 道中飞应该是固定的 如果是人形态比较强的组合就可以开始磨了 小行星蛋应该是在大行星的缝里面 躲那种横向的小行星 这张浮塔鞋比较厚 要站的话可能需要两个雷 我是并不能懂了 然后道中暗飞也是纯固定的 这个缝可能比较窄 不过呃 能设计出一个固定的比较安稳的走位也是可以的 不过我都是炸的 永烟超幸亏雷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什么能有的东西 嗯飞动边缘据说是 小度随机的固定弹 有些时候那个星星会刷到两项 我只是觉得这个下面那个擦弹很爽 就是下面擦弹擦的很爽 然后后面道中的那个小妖精 也是封虫对称性蓝跟前面呢差不多 点又漏了又掉下去了 就是不漏点是不可能的 然后观点一杯是纯学雞蛋 而且这些星星的轨迹根本没办法预判 嗯 个人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所有的星星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当然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我还是一雷杖嘛 嗯 星光裁风 我看这这样是不是要咸鱼了 你看果然咸鱼了 旁边那些屎膜 嗯 发激光和大猩猩的屎膜都是固定的 然后这些小猩猩都是第一只 如果你站的位置比魔力山高的话 它就会发出快速的猩猩 你如果站在比它低的位置 就会发出慢速的猩猩 我之前打到这里的时候 经常因为走前就断了 然后二飞是我会收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 你看那么一大坨很密的子弹下来 它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缝的 嗯 因为这个飞是完全是固定的 然后魔炮 魔炮据说有一个很好的解法 就是 就是它 它在镇屏的时候 你也跟着它镇 并且 你镇的频率跟它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不 我觉得只有帕金森才能做到 帕金森是综合成什么的 这个的话那些小 那些快速的大猩猩应该是 随机的 然后这种看上去一排一排呢 我不是特别清楚的 嗯 鸡月 这个是 呃 区域家 随机 那些激光都是随机的 我刚才看到好像走了 也就是回头路 不过好像没造成什么影响 那 LFC 是 呃 魔炮应该是 魔炮数据 然后那些星星 诶 这个 这个我真不太懂 我不知道这个魔理沙的走位是固定的 还是跟你的走位有关 然后 这个魔炮竟然没有什么后座力 不像不像那个倾斜鬼里面那个 魔炮都能把魔理沙弹飞了 可能是魔炮经过了改装嘛 嗯 然后五面开场 五面开场不内币吗 诶 说起来刚才那只小妖精就是 没有发出低机的小妖精 是我说了 有了到中全是低之后 第一个没有发出低的小妖精 这边也都是低 只不过是犯低 可以 稍微利用一下死魔消弹 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嗯终于打下内地了 其实我觉得内地一点都不嫌疑了 因为我内地经常撞上的 嗯 之前只可能因为地底比较远 所以省得了下地 嗯 嗯 然后到中一飞 嗯 这个交叉是随机的吗 嗯 哦 反正这里都是一雷下的 然后那个到中二飞是固定蛋 可以选择固定走位或者是卡安定 对猴王 肯定不会是卡一个安定蛋 要维持猴王的尊严呢 然后这边也是金色级 延迟金色级 然后这边也是金色级 延迟金色级 就没什么可怕了 诶 为什么不上天收眼呢 刚才 然后见到这个醉水的五面BOSS 一飞非常简单 可以看上贴压的很低 但是缝很大 主要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有时候两拨交界的地方会很窄 然后衣服那个固定走位就可以了 其实你看那个东方的前三座 那个鸿蒙香 夭夭梦和友爷超的五面 他们都会加特技 嗯 笑叶的话是食屏嘛 然后腰梦的话就是减速 然后兔子的话 这个叫换换换换速嘛 但是这都是都是一种 他用一些技术之前 这个服卡根本没法玩 他用这个技术之后 这个服卡变得冷晚了 甚至是很简单的 就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这个应该是相对于BOSS固定的 固定蛋 固定蛋随机封什么呢 没有我只是在口红 这张服卡也是如果他不停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不可能能玩的 诶诶诶 诶诶 这就是这 这么小一个固扇子宝宝 所以说这个副隧道 可能不要用什么变速齿文啊 什么东西的 用了之后反而更弱了嘛 诶 蓝蛮掉线了 您的好友蓝蛮掉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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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发出新的一波死魔 然后思考停止者 嗯 表示 嗯 这个应该是 这个 我 我知道的打法应该是引到一边 所以我是没碰到 嗯 下雨衣的打法 嗯 嗯 难道内壁下一波出吗 选择了中壁 其内壁好像不太妥当 所以我 我之前打到这里的时候 经常去往后面 退退退 就 自己一屁股 坐到后面的子弹上面去 我最近是觉得 那兔子的浮卡 其实虽然简单 但是 压力很带 压力很带 然后是LSC 是不拿路的缩卡 诶诶 撞了撞了 撞了 太可惜了 一个完美的RAP 就多了一个 瑕疵 有一张卡没有收到 不过也无所谓了 人嘛 对人 对 对子 都不能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多可怕 不对不对 上雨衣是神 神要追求完美的 大家说他是不是应该重打 对 这里又是不发G的小妖精 诶 不对 他 这里只有一只妖精 他的死魔发的不是G 然后他自己发的是G 对了稳妥还要放弃了上线收敛 为了稳妥还要放弃了上线收敛呢 但是 比较难 我们到中途选了要拆死魔 虽然我不太清楚拆一个死魔有什么很大的错误 因为那个我觉得B仙的这个浮卡要比A仙的难太 他简单太多了 B仙人可以随便收掉 A仙人就只能站了 然后见到了关里的 八翼永灵 B飞是随机的交叉 然后随便扭扭就收了 然后衣服是限制走位的 限制走位之后加上这些水之弹 这有 莫名其妙就有一种神妈的一飞的机器感 就是一米蛋 我觉得这个速度是稍微有点坏的 二飞的话那些蓝蛋好像是没有什么威胁 然后米蛋的缝也 不是很小米蛋的缝比较大 应该是讨厌视野的 然后二服 出生游戏 蓝色的米蛋的风味 然后 哦这是小缝钻的 这是小缝钻的 这是小缝钻的 这小缝钻的 然后三飞肯定表示 啊我哪里钻小缝啊 我只是在普通的坏蛋而已啊 然后三飞的话是完全是大鱼 这个是有一点点的 因为是随机的 我看上去缝好像都比较大 没有造成什么威胁 嗯 这里也正好留了一个缝 这个战略的判定其实挺好玩的 然后资金的智慧 也是一个强制走位的浮卡 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因为要赢着那些米蛋往上的 就是 诶 逆游啊 非常困难 但是现在已经很轻松的就收到了 嗯 四飞应该是说 是泳泥最贬得的一张飞服 最要感谢 泳泥超那个 妥丹的判定 这个泳泥超的 妥丹实在是太清零了 嗯阿波罗 是说是可以卡 卡内币的吗 中间留了一个圈 诶 那个蓝色的 就是 那个蓝色的 就是 并并到中间去的时候 流出的容数 应该只有一个碰力点那么大吧 这卡 卡内币不太困难了吗 肯定不是什么好方法 然后欠了密杖 嗯 大家准备好 拨打110了吗 有灵 有灵表示 你如果再用拆屎膜的方法 来打天文密杖 我就要报警了 其实这种浮卡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 那个 我最开始也是不知道的 我后来才知道 只有大玉 大玉经过的那些 屎膜才会发出 这么一堆的大肠感情 其实我觉得 神主 神主真正的厉害的地方 就是一种 设计的能力嘛 当然我并不知道 这种 这种弹幕是 他自己设计的 还是 参考了别人呢 因为我没有玩过 任何其他的 弹幕游戏嘛 而且如果你看那个 拆照做什么的 或者是天邪鬼 那些弹幕也都是 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 这个人 充满了创造力 嗯 要拆 要把水膜拆光吗 哦 要选择把直接击破了 不拆水膜了 然后到此为止 那个 no miss snowbomb也就达成了 啊 然后最后是一张附赠的福塔呀 是 也就是蓬莱之药了 嗯 第一阶段是下笔 然后第二阶段是绕圈 难道不 不试着钻个土圆弹 然后下一发处吗 没有 我只是开玩笑的 这个土圆弹明显就是不能钻的吧 其实这些后来都将铃弹 都是装饰性的 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好 然后第三阶段用处下笔 你看那个灰叶一直在 像眉睁点是几个意思呀 然后用一波胶叉弹 做起来这个胶叉弹 做起来这个胶叉弹跟 风神鹿EX的中斧很像啊 连颜色都是一样的吧 然后最后这个阶段是 体现了设定里面 绕灵的能力 就是操纵 什么 续余和 续余和 续余和永恒的能力吗 是这么说的吗 就是说 快乐的时间往往是一顺的 而痛苦的时间 都会觉得很长 最后这里这么密的弹幕 然后时间就开始 时间的游戏也就跟着变慢了 就说 折磨玩家嘛 不过 上野衣好像扭得很爽的样子 最后还是毫无压力的收掉了 那么这就是这次的口湖解说了 大家喜欢吗 不管喜欢不喜欢 总之 谢谢观看